日本海上的自衛隊 从去年2021年3月起 曾在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 南海人工导火焦附近航行 堪称日本版航行自由作战 与美国的航行自由任务一样 目标是监制试图单方改变现状的中共 日本政府认为 海上自护卫舰是航行在公海 没有任何问题 是对曲解国际法的中共带有警告意味 要求中共应遵守航行自由 与海洋法律秩序 去年12月转向与中共建交的尼加拉瓜 总统奥地加10日宣誓就职 开始他连续第四届的总统任期 在此之前 美国及欧盟对多名奥地加政府的 重要人员祭出制裁 哈普先前称奥地加胜出的 这场选举为造假 香港六四纪念馆关闭后 众多六四民运相关人士 正在筹备于纽约建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 召集人王丹 10日在线上记者会表示 中共试图让血血的历史 在时间流逝中被淡忘 我们的使命 就是在海外重建六四纪念馆 让我们能够坚守历史记忆 不要忘记那些 为追求民主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欧中议会议长萨索里的发言人 在推特表示 萨索里11日凌晨 在意大利医院病逝 享受65岁 萨索里自去年12月26日以来 就持续在医院治疗 最终因免疫系统功能障碍 引起严重并发症过世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